看今天的長春養生密碼 糖尿病現在流行率非常地高 而且還有不少的病患 之後還導致了腎臟病變 到底糖尿病 為什麼會傷害到腎臟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的是 台北慈濟醫院的腎臟科醫師 郭克林 郭醫師來到節目現場 郭醫師早安 早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早 好 郭醫師 其實我們知道說糖尿病 是一種代謝出了毛病 到底為什麼跟腎臟又有關係呢 其實糖尿病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病 大家好像現在都講到 癌症很可怕 可是其實糖尿病 算是可以被我們控制的一個疾病 它沒有辦法被根治 它是它可以被控制 那糖尿病其實有三個 很不好的慢性的一個病發症 其中一個就是腎臟的疾病 那通常根據國外的一個研究 告訴我們 大概經由10到20年 體內泡在一個高 你就講說你的體內泡在一個 高血糖的一個狀況 糖水的狀況 其實很多的器官是什麼 其實都受了一個影響 腎臟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有些人可能是神經出了問題 可能有些部分是眼睛出了問題 所以糖尿病病的病發症非常地多 影響層面很廣 所以只要是糖尿病患的話 都有可能會造成腎臟病變嗎 只有一部分的比例 但是根據我們的 就是還有國外的一個研究 其實告訴我們 其實糖尿病的病患 很多都是在很早期的時候 自己都親戶了自己的問題 不肯積極地做治療 所以才會有一些 慢性病發症的一個產生 另外像是在腎臟病變 好像就是這部分 就分了五個時期 對 沒有錯 每一期都有一些症狀 對… 糖尿病的腎病變 其實早期的分類 的確有分做五 那個其實就有分做五類 大概一般我們認為前兩類 其實那個是非常地不明顯 其實一般大概也不會特別去注意 大概從第三類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部分 就是它第三期 第三期它把它叫做一個 微量白蛋白尿的時期 就是說你體內可以吃到一些 非常微量的一個 白蛋白的一個尿 這個時候其實對我們來說 它是一個警訊 它告訴我們 因為國外很多的研究告訴我們 在這個時期 如果我們很積極地幫病人 控制所謂的血壓 還有一些血糖 還有一些其他的併發症 像血脂肪等等這些併發症 你事實上可以延緩 它進入所謂的慢性腎臟病 到末期腎臟病的一個時間 所以現在的一個 所謂的糖尿病的一個造物 他希望這個醫生 一旦發現你有糖尿病 不是只有控制血糖 他會叫你定期去驗的那個 所謂叫做微量白蛋白尿的狀況 所以第三期白蛋白 是非常關鍵一個重要的 微量白蛋白的一個 對…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期就是了 你控制好它就不會 它控制好 它就不會再往下惡化 OK 所以初期到末期的話 我這個時間是很快速的嗎 還是它有一段時間 因為這個大概從第一型 糖尿病的研究來的 原則上大概需要 大概10到20年的狀況 根據你病人的狀況而定 有些病人可能自己飲食 控制得很差或什麼 可能就往前移 有些人控制得好 可能就往後移 但那是一個平均數字 所以到了 如果是不幸到了末期的話 就是腎臟已經沒有辦法 再工作了 也是必須要接受洗腎的命運 對 進入末期腎臟病 如果又合併一些像飛機水 或是一些省治不清 或是有一些像吃不下飯 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就要接受偷襲的治療了 怎麼樣來提醒糖尿病患 該怎麼樣來預防說 腎臟會病變的發生呢 糖尿病的腎病變的病發症 其實大家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人 可能自己都很難做得到 我剛才有提到 如果說您本身 因為糖尿病通常會合併 其他的併發症 血糖控制當然是最重要 尤其在前兩期 前兩期大概你病人 只是覺得自己血糖控制得好 跟不好這個問題 它沒有其他的併發症 這兩期其實要顧好 再來的部分 如果你又已經有 合併高血壓的問題了 血壓高一定要控制得 比正常人還好 你的要求要比正常人還好 然後如果說你合併有像 血脂肪過高的一個狀況 可能我們會希望你 血脂肪也要控制好 所以飲食的控制會非常地重要 所以在門診 對 在門診 除了看醫生以外 我們的經驗會請病人 還要去看營養室 衛教室 對… 飲食上我們怎麼樣提醒病患呢 哪些最好是避免飆吃或者是 哪一類是 澱粉類的 應該他們說比較早期 大概就是著重於糖分的控制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澱粉類的東西 我們要其實要控制 三高也不要多吃對不對 對… 但是很不幸 如果您開始除了糖尿病 你又何必腎臟的疾病之外 這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要介入 我們叫病人要吃 所謂的低蛋白的飲食 對… 我們會希望 大概病人每公斤的話 大概是希望大概0.6克 就是每一天這樣的一個蛋白量 當然病人會搞不清楚 所以這時候 為什麼要幫你找一個 營養師 對 營養師還有衛教師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OK 好 今天非常謝謝郭醫師 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